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如果说和培训相关的也是可以考 看看你的那个简历上毕业之后好像一直从事的是培训师 对 从事的是护药中心这一块的 他看着像个讲师 比较专装大方 你有特亢奋的时候 特别亢 没有 非常高兴大家能够来到我们今天非你莫属的平台 首先呢让我把掌声送给大家好不好 大概就会觉得 就这样 继续 我 亢奋不 就是 还是亢奋不起来 对 就是慢性的 我真好奇像你这样沉稳 这个气质优良的女生会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比较高 然后比较阳光开朗 小姐姐成熟之后还是喜欢小男生 对 你是我们台上的男企业家 你觉得哪一种是你喜欢的那一型 马瑞 你喜欢 马瑞 不喜欢小男 我身高不够 不是 这个不是阴性条件 主要是看两个人的三观是否匹配 或者是内外匹配度 那马瑞三观肯定跟你不匹配 来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背景资料 我这个背景资料呢 主要是我在前两家公司的一个培训数据的展示 然后那个黄色的曲线是我们毕业之后 会培训师身上会挂四周的他们的流失率 这一页是我选取的在第二家公司 做培训的时候所带的班级 随机选取了十个十个班 然后从卫无一到卫无十的KTI指标展示 它的内容过分的内部指标化了 那让别人在接受的过程其实是有一定的缺陷 高情商的最重要的表现 是让对方始终觉得他在掌控谈话 然后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方向和目标 这本书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下 叫做幽默与沟通 因为这里面所使用的全是高情商的手法 让对方心甘情愿舒服的愿意跟你达成一致 你就准确的反映对方情感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很明白 他一步一步的就会给你敞开心扉 觉得你尊重他 那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呢 因为只要你张口说话 就一定能用得上这本书里的技巧 包括我此刻就在用这本书里的技巧在沟通 所以我相信这本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帮助